除了天王新大楼之外 在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 同样在地震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均裂 整个建筑物都倾斜受损 还有居民一度是受困在屋内 详情再请记者蔡志明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大楼外墙严重均裂 红色瓷砖 东一块西一块剥落 还裂出一个大洞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稍早地震发生之后 花莲县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 因为剧烈摇晃 造成楼体倾斜 除了外观受损之外 房屋也因为倾斜 导致里面的通道卡住 楼上的住户一度受困 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状况 第一楼层的住户 地震发生之后 仓皇逃出 但楼上的居民受困其中 而整栋建筑有倾斜的状况 就怕会发生危险 消防人员也赶紧出动 假梯先将房屋内的民众 一一救出 而目前在花莲的山海关大楼 这边已经是将住户全员疏散 没有人受困 那至于后续对于大楼倾斜 建筑的处理 还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厘清 以上继续资讯 时间交给棚内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明锐